看看真的好夸张 台中一名男子搭客运要去南投上班 没有想到在客运上就看到了一个女子 疑似觉得太阳太大了 居然直接在车上撑起洋伞来 这打开的伞面 让坐在附近乘客都已经受到影响了 民众看到这一幕 把夸张画面拍了下来 也直说真的没有看过有人在公车里头撑伞的 一大清早太阳高高照 出门上班去 坐在客运上左摇右晃昏昏欲睡 但定睛一看 小姐你怎么这样 小宅客运上一个伞面开得好嚣张 把位置上的人完全挡住不透一点阳光 大开的雨伞甚至侵入到后方乘客领地 让一旁民众实在看不下去 现在不少人怕热怕黑又怕晒 但车上开伞挡太阳 民众觉得OK吗 我觉得如果没有反应到其他乘客的话 撑起来也是蛮不错的 可以做阳效果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戴帽子 民众反应两极有人觉得不太好 有人认为不影响别人就好 只是车上脱续撑阳伞 客运公司怎么处理 我们的车辆绝大部分都是用隔热纸 以前有装过窗帘 但是窗帘的部分 乘客有些时候会弄得很砸 那妨碍到驾驶安全或者其他乘客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游行的宣导 客运公司表示这行为只能进行道德劝说 没有罚则 所以严重也只能拒载 想要白皙肌肤全方位防晒 但小小空间大散一开 对他人造成妨碍实在不应该 小周恩臣男嘉宾报道